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他就跟我说 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因为我妈不愿意让我跟他去贵州 然后就说 他追随你 对 就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其实当时听见这句话 我挺感动的 但是你知道他后来 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就说你们家那个房子 租出去的房子 我们家在山东有三套房子 一套我父母住着 然后另外两套都租出去了嘛 租出去的房子 时间到了就别给那个租户了呗 等我跟你去了之后 就让我先住 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涂我们家房子 其实你 其实他刚刚所说我涂他什么 我并没有想涂什么 因为我作为南方人 然后他是北方的 而且我还作为男生 我既然就是愿意跟随他到 他们山东过去 然后我在那边也无依无靠 也没有亲人 总得找个住的地方 是是是 他们家刚好有一套空的房子 那个租的人快到期了 我就说你就别租了 给我先住着 我也不是说不给你钱 行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你相信他吗 小姑娘 我之前是相信他 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 他又是怀疑我 又是打着各种算盘 他根本就没有说 就这个房子怎么着 他就直接说我去住 但是我总得先找个住的地方 完以后再去找工作 挣完钱以后 就是说多少那个房租费 会给你父母一点 也没有说白住 他就是去钱我意思 这无所谓了 问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要娶他吗 要 什么时候娶 再给我三五年 等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我想是 跟我们家拿个首付的钱 在现代山东上 买上一套房子 然后后期我们结婚了以后 再慢慢地挣 再把剩下钱 房钱给补上 行 第二个问题 以后你挣钱给谁花 给她花 不信 她可能也去解我好多意思 你父母知道彩礼的事吗 我父母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敢告诉他们 我就是想的是 我这边先拖着 说白了就是 人家父母已经开出了条件 你们家父母还不知道 你要娶这姑娘呢 是吧 是 你去过他们老家吗 去过 去过几回啊 去过三次 见过他父母三次 他父母也挺喜欢我 不不不不 你别那么笃定啊 你父母喜欢他吗 说实话 喜欢但是 你说实话 你把但是说了吧 我父母真的很喜欢他 但是就是因为 我们家条件不是太好 就是肯定给不了 像他父母所说的 十万六万这种钱 你父母并不知道 他们家要这个彩礼的事啊 可是以我们家的经济能力 我感觉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其实主持人 他就是一直拖着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跟我订婚 所以看起来好像 这种爱情是倒在了 所谓的彩礼 或者现实面前 我相信老师 跟你们仔细分析过之后 你们发现并不是 好